大家好 接下来这期影片 我要介绍正子山机器太续圈的第26是右分脚 右分脚的姿势也是相当的帅 同样跟经济独立一样 你是单脚站 所以考验到你的脚的积耐力 跟你的平衡度 他的动作并不复杂 但是要站得稳 然后手又可以摆动作 这个就是他困难的所在 好先示范一次 右经济独立 左经济独立 右分脚 好那我接下来做招式的详解 右分脚的前一次是左经济独立 经济独立站好之后呢 慢慢的把脚往右后方放 就跟刚刚的右经济独立一样 其实这时候我们都希望说 再回到一个一间宽的一个范围 往右后方 你回到你一间宽的一个姿势 然后重心再慢慢的摆到你的后脚 因为这时候我们又要把我们的右脚再抬起来 所以重心其实你缓慢会慢慢摆到右脚 这是脚的动作 接下来介绍手的动作 手 脚往后放的时候呢 手就慢慢放下来 呈现一个掌心朝上的一个姿势 再看一次 你原本立起来的手慢慢往下放 掌心会朝上 然后同时你的右手会慢慢立起 成为一个抱球的一个状 再看一次 当你重心移到后脚的时候呢 其实这时候你是呈现一个抱球的状 然后等层抱球状完毕之后呢 你的左脚的胯再往左 然后右手往前 有点像是手刀的样子 往前 那左手是往后 等于是从这边一个一前一后 然后双手打开来之后呢 会合起来 然后做一个右分角的一个动作 再看一次 抱圆 往前往后 然后手会回来 这个时候右手在前 我们是右分角 所以分哪只脚 哪只手就在前面 好再看一次哦 我双手举到前面来的时候呢 我重心会全部移到我的左脚 因为我这时候我要去做分脚的动作了 好再看一次 好 中心全部在我的左脚了 分脚 好 分脚的时候呢 其实你脚是轻轻抬起来 好 膝盖一样是尾弯 好 那脚板呢 其实会把它往下压 好 像这样子往下压 你不是要去踢人哦 好 这个动作其实没有去踢的动作 只是分脚 好 只是把这样脚分开了 好 所以你是手分的时候呢 脚顺势往上提起来而已 好 这个就是右分脚的一个动作 我再示范一次 好 分脚 好 这动作呢 其实 有点不好做 有时候会手忙脚 还会记得说 哪只手在前面 哪只手在后面 是有一点点小复杂 但也不是非常的复杂 我们再示范一次 好 后座 抱球 往前往后 然后手再回来 右手在前 中心移到左脚 然后 脚抬起来 分脚 好 这个时候呢 我右手是往右前方P 左手是移到我的后面 好 正确的方位呢 其实在九点钟 所以我们左经济独立 好 分脚 有分脚 好 所以可以看到说 我这是九点钟方向 我脚分的方向呢 可能是朝十点钟方向 有一点点的角度 好 这个就是并不是往前哦 好 是往右前方 可能是有一个差不多十点钟的方向 好 这样子 这样子 这个是分脚 好 分脚这个动作呢 其实也不是很好学 我可以理解 因为牵制到你脚的平衡 好 手脚又要同步分开来 这动作呢 真的是会有点手忙脚乱 但它其实也是一个蛮优美的一个姿势 学好之后呢 我觉得你自己打起来都会蛮得意 对 好 那么这一集介绍了右分脚 先介绍到这边 谢谢大家